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关注俄罗斯情侣 擅闯莫迪卡118摩天大楼的最新调查工作 是的 那警方已经是向13个人录取口供 当中包括了大楼工作人员和保安人员 同时已经是在正月5号向国际刑警求助 厘清这两个人的身份 我们才能嗯 线稳深T彦 接着鸡主的工程 与此表 加拿出于两者舞报 俄罗斯並 再 Present rank 比赛塞所有 Tapi ек这样的时间 今晚警局主任诺德汉出席警队活动后透露 这对情侣相信已经离开我国 而涉案人早前也宣称已经出境 对网上有多个影片宣称要挑战莫迪卡118大楼 当作极限运动的胜地 警方表明会和业主讨论采取什么应对行动 同时也会和其他大楼的管理层对话 感谢观看